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6月27日 今天已經是星期四 最近在內地的網上 有一位叫做李莉的一個女將軍 她就說 對付台灣 要用輕彈才行 這件事引來很大的迴響 我覺得 她的說法 是很貼近習近平的思想 我覺得習近平對付台灣不單止要用輕彈 甚至乎會用核彈 為甚麼這麼說 因為習近平每一次出來強調的東西 都是一定會相反的 他跟奧巴馬說 我們不會在南海見到做地 我們不會在那裏搞軍事設施 結果南海周圍都是中共建的 填海的軍事機場 他也信誓旦旦旦 又說中國 是這個 不會 搞芬太尼 控制毒品 結果 芬太尼 就使得美國加拿大 遍地都是導遊 對於俄烏戰爭 他就說永遠都是站在正義那方 什麼叫正義呢 就是侵略烏克蘭 原來他們的正義就是侵略別人的領土 說到他們不斷支持巴勒斯坦立國 結果 比巴勒斯坦土地 完整的 大很多的 人口比巴勒斯坦多很多倍的台灣 他就說他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習近平每說一句話 大家都要用相反的方向去想 為甚麼那麼多人支持巴勒斯坦立國 而比巴勒斯坦更加具備 建國條件的台灣 不可以入聯合國 根本上是不是 大家想就想 你們支持 巴勒斯坦入聯合國 你們跟台灣見過了沒有 你們支持了台灣入聯合國沒有 原來有中國在後面撐腰 你們就不敢支持一個應該建國 應該入聯合國的國家 你們反而會支持巴勒斯坦 加入聯合國 政府也沒有 我們再看 習近平 強調 不會 對台灣使用核武 這句話不說有自可 一說我夠膽肯定 他一定會對台灣使用核武 又或者 他心目中一定會這樣做 早一陣子 他們是在 美國見面的時候 去年 他跟拜登說 我不知道 有人要攻台啊 有這樣的事嗎 你們不要冤枉我啊 假裝不知道 根本所有的計劃就是他制定的 從來 上一任領導胡錦濤 再前一任的江澤民 再前一任的鄧小平 都沒有想過有甚麼具體要對付台灣 大家覺得這些問題 慢慢談 結果在習近平任內 想出一連串的方案 甚至乎填海將整個台灣開合填平 然後起高鐵過去台灣 基本上他是具體落實到怎樣去攻台 所以我們 看到 種種蛛絲馬跡我們串在一起 先有人出來放風 要對台灣使用輕彈 再 習近平出來說 說不會對台灣使用核武 即是說他 很明顯要準備核武 我們看到一則更加 大的一個證據 就是中共 跟俄羅斯秘密交易 是很多這些放射性的元素 包括買了大量的濃縮油 在今年的5月 中共的統計部門 自己公佈的數據 中國從俄羅斯購買濃縮油 以及其他放射性元素 銅軌素 以及這些發酵物 總額到了2億3千3百萬美金 其中濃縮油就已經到2億3千萬美金了 剩下的其他發酵物只是百多萬美金 這個創了歷史新高 可以說是由2015年統計以來最大的數值 數據還顯示 今年4月份 中共購買濃縮油的金額已經到了7千萬美金 由於5月的購買量暴增 今年頭五個月 北京由莫斯科購買的油和其他元素 已經到了3億1100萬美金 截至去年年底 俄羅斯向中共出售了價值4.4億美金的放射性元素 濃縮油佔了4.18億 主要是買濃縮油 在世界核燃料供應商之中 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 是全世界最大的濃縮油供應商 自從22年2月份 他們入侵烏克蘭 遭受到西方嚴厲制裁之後 他們依舊是賣出大量的濃縮油產品 根據英國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 對外公開的數據顯示 世界各國在2021年 估計由俄羅斯進口價值12億9千萬美元的濃縮油 他是一個出口濃縮油的大國 2022年和2023年 進口數字分別是20億3千萬 27億 這個也很明顯呈現了一個上升的趨勢 而2022年 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 供應了歐盟國家購買濃縮油的三成 以及美國公用市公司的 23%濃縮油 當然啦 濃縮油不是全部是做核武的 也有用於核電 歐盟買的主要是用於核能發電 西方國家 為了努力擺脫對俄羅斯核燃料的依賴 他們 提高自給自足的能力 包括提高濃縮油 建立新的生產和濃縮地點 中共借這個機會 加大由俄羅斯購買 由去年超過7億的濃縮油 其實買那麼多做甚麼呢 俄羅斯向中國供應的濃縮油 一是可以做核反應的核燃料 第二當然是製造核武的主要原材料 中國也是核能大國 現在在運營的核電廠 這個反應堆就有55座 另外有22座在建 由2022年 到了今年5月 中共由俄羅斯大量進口的濃縮油 第一個目的當然是增加國內戰略庫存 以滿足這個核燃料的需求 中國原子能工業公司就表示 曾經擴大國內戰略濃縮油的儲存 以應對價格波動 供應鏈風險 以及其他挑戰 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製造核武 中俄之間的核子合作 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 當年蘇聯 在這些核材料和技術 專家方面給予了大量的援助 之後中蘇反面 蘇聯撤走所有專家 亦都停止了這個核換作 到了21世紀才恢復合作 尤其是近年他們加強得很厲害 23年3月 習近平訪問俄羅斯 和總統普京宣布 原子能集團 和中國的國家原子能機構 簽署了開發中止反應堆 以及 閉息核燃料循環系統的長期合作項目 5月4日 俄羅斯政府正式批准了他們的原子能集團下屬 TVEL燃料公司 未來三年向中國福建 霞浦快堆 示範項目 出口油235的濃縮度 不超過30.4%的新核燃料 其實做核彈主要的就是油235和油239 這個項目的兩個快中止是反應堆 有600兆瓦的發電能力 在天然油裏 不容易裂變的油238佔了99.2 油235 只是佔了0.8 因為油235會裂變 後者 主要是這些常規反應堆的燃料 也是自然界唯一 異於裂變的天然材料 俄羅斯批准了向中國出口油235 直接省回中共提煉的過程 有了純度更加高的濃縮油 中共就可以通過快中止核反應堆 產生這個 筆 筆也是一個核武的主要元素 筆是生產核武的主要裂變材料 去年美國之音的報導就提到了 前美國傳統基金會 核威懾以及導彈防禦政策分析師 蓋勒 他發文 他說 中俄之間近年 深化核的合作令人擔憂 這種發展意味著俄羅斯提供的 燃料越多 中國生產筆就越多 中國越來越多 這些筆的生產 它可以製造核武就更加越來越多了 對不對 不過美國的核歷史學家 在線核武器 模擬器的創作者叫做維勒斯坦 他就持有不同看法 他對美國之音表示 國際裂變材料小組估計 中共已經擁有大約14噸 高濃縮油以及大約3噸的分離筆 足以製造盡可能多的核彈頭 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言 舊鎖2023年的發表年度報告 中國是世界第三大的核武國家 只是用了一年時間 即是2022年 他們當時只有230枚核彈 到了2023年 已經增加到410枚 每年都持續增加 所以 他們 認定如果核武需要用用的話 將來 很大機會 就會將洲製彈導導彈的數量擴充到跟美俄級數一樣 美國國防部也在去年發布了中國軍力報告 中國大陸的核武器製造速度 加快了 到了2035年 他們會擁有多達1500枚的核彈頭 對此中方沒有直接否認 或者承認 但強調近期的發展核武都是防禦性質 雖然中共的核彈頭數量增加 跟他加強跟俄羅斯核工業合作 以及由俄羅斯大量進口濃縮油 當然是有直接關聯 其實除了兩個目的之外 還有一個目的 就是賺錢 因為 俄羅斯是受到西方的制裁 所以他沒有辦法出口濃縮油 而中共 正正是做這個中間人 在中間就賺錢 你不可以賣 我可以賣 根據英國王家聯合軍總研究所的報告 2022年 中國出口了97噸的濃縮油 跟21年的95噸是差不多的 但是到了2023年 中國濃縮油的出口量激增了288% 升了接近三倍 到了368噸 而2023年中國出口濃縮油的激增 主要是因為美國市場 原來中國對美國出口了175噸 但是美國的數據 顯示 由中國進口濃縮油其實是已經有293噸 即是說 中國在買了俄羅斯的濃縮油回來 轉頭賣出去就炒 中間就賺錢 那是不是真的要這樣做呢 還是他目的是要造核彈呢 我們也傾向 要小心謹慎 因為現在的習近平 他講得出口 尤其是高調否認的事情 一定是在做的 他 很明顯是一個睜開眼說謊的 好了 這一節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承認邀請經濟趣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 廣告 我是認定這傢伙 百分之百會對台灣使用核武 如果一旦打仗起上來 他主要 要震懾 這個美軍和日軍 我有核彈 你不要過來 你不要過來 炸糕你的 所以他 是會不斷地增加核彈的設備 好了 先說到這裡 拜拜 插一段廣告時間 多謝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 還未安裝VPN的觀眾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